由万倩李更熙领先主演的电影《兔子暴力》 宣布于8月27日全国公映 万倩李更熙共抗危机母女情深 故事发生在一座即将废线南方重工业城市 水清从小被母亲屈婷抛弃渴望归属感 某天水清终于等会了10年17年的母亲 沉浸在久违的温暖当中 但是事情并没有水清想象的这么简单 母亲屈婷的窥来给她忧郁疼痛的青春 带来温暖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 面对危机 水清决定勇敢捍卫自己 视而复得的爱 预告片中老杜山想屈婷的巴掌 母女惊慌失措的神情都不仅令人担心 她们该如何脱离险境 时间紧迫 她们怎样才能齐筹200万欠款 海报和预告中同时出现了那句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让我们好奇水清究竟策划了一场怎样的行动 到底为母亲付出了什么 屈婷又为何说出一个选择 要十多年以后才能知道选错了 还知道是选错 这一切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 让我们一起去揭秘 我一岁多 她就抛弃我走了 前段时间才突然回来 我知道我应该恨她骂她 可是我不想